你们要把他戳合在一起 你没有 你说实话吗 你对小五哥有没有好感吗 说实话吗 没有 那算了吗 那话不多说 我这个人成的不强迫人呢 知道吗 那我祝你幸福吗 我也祝你幸福呀 小五哥耍的几个女朋友 看到没有 这个仓秀姐姐说的 小五哥耍几个女朋友都不实在 还是小林说话 各方面都完美 这个常秀阿姨 真的也说实话 你这话说的还是 财小姐你必须让我直接来买一袋 那个泪一泪裤 我给你做活动 去姐姐你过来 你在哪 你说话 我再给你一个心 姐姐 谢谢你看 这个小林啊 人家好 人家在这里说你好话 你还要人家去 那个啥 你说小林喜欢我 总气笑 她怎么都不可能喜欢我的 知道吗 我 我恨不得看到她 我都要跟她吵一架的人 好好说话嘛 咱们那个是相亲相爱好吗 谁跟你相亲相爱兄弟啊 帮我行不行 二弟有你了 对你这样子就差不多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小林吧 小林她就除了她的 其实小林她跟我说话的时候 她的这个就是说她说话的这个语气还是挺那个啥的 这是实话 真的 她平常 但是她只要一遇到这种生气的事情 她那个嘴就跟那个洪水一样拔不住门 知道吗 对好好说我没有欺负过你啊 吴总你不欺负我就好了好吧 没有了还是还是还是谢谢你这个把这个把这个叫什么把这个叫 什么红蟹公司开了几天还是谢谢你啊 说实话的来家人们我们现在没给我亮粉丝灯牌的都给我把粉丝灯牌亮一下好吗 对 这个是失误啊 家人们这个是失误 因为前年确实也是比较忙 然后吴总自己不好好 他一个作为一个老板 他的红蟹公司他自己都不好好经营 他还怪我这个助理 我跟你说实话 小林啊我最近 我没有 我就跟你说一下吧 反正你应该不知道 我之前我在嗯我们在湖南的时候 我爷爷我爷爷就是说呃之前就是说带着我在常在常杀的时候知道吗 遇到了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事情 反正呢是我是我在四川这边一个人对不对 就是把我们送到家号里面 然后呢给我们交了那个什么费用 知道吗 但是他也留了他的他的一点信息 这个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 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嗯到了就是在前段时间我爸知道吧他跟我说的啊知道吧所以说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一直在找这个呃救命嗯这个恩人知道吗我我说实话的 找了多少年了找了多少年我最近才在找但是我爸唯一的好处就是他有他有很多信息 但是也是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太多有用的我就一直在这边找知道吗 你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是在湖南那边找吗没有我现在在成都嘛他们说在他们是在成都这边的一个一个村里面知道吗嗯 嗯那你可以那个就是给叔叔阿姨们让他们发起那个啥的让他们也帮你找一下 他不要我我我的事情嘛我就不去麻烦他们但是我基本上差不多已经找到了 大概这一两天我就会去村里面 我就会去村里面然后再再去确定一下 知道吧但是但是我爸他的意思就是你过去了不管你现在过得好与不好 就是嗯怕他们现在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吗 他就让我说你反正的东西可以提点去 反正你你就是说呃用同样的用同样的这个呃方式吗 就是用同样的这个呃呃呃叫叫什么就是不要太去需要知道吗 就是说呃多少别人觉得不好呀你穿的那个啥怎么怎么样的 人家就是会心里会有隔阂就是尽量跟他们呃能够真心实意的去感谢他们 让他们也接受我们的存在到时候我爸妈我爸妈还有我这个 还有我还有我妹妹到时候都会过来感谢他们的 那你到时候提一点就随便提一点东西那些啥去感谢一下人家还是这么对 对说实话真的要不是别人可能早就那个啥对对对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我我们那个时候是去去长沙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呃 呃动物园吧还是植物园知道吗哦世界直昌世界直昌对我我我现在唯一的照片就是有世界直昌的照片 知道吗知道的照片对对对在我们堂子长沙淘服了长沙还是比较出名的知道吧 对所以说这两天我一直在忙这个事情啊啊怪不得对没事那你就先把这个事情忙好了过分 就忙好了过后再说呗 可以啊呃反正过几天我也会嗯回一趟乐上啊呃还有几天回来呀明天明天还是后天他们要回儿妹家 哦回儿妹家我看到什么时候回了吧我我都要跟他一起吗因为可能都是要一起去见一下叔叔吗 好吧 应该是在西医生那边回儿妹家回了过后他们可能回来要回成都一趟 回去董事长那边吗 这个甜蜜甜蜜你先给我上个粉丝灯牌呗哦我给你付光了的呃你跟我那个啥你把那个你需要的东西跟我说就行了好吧 这样子吧这样子吧他们都 小林是个好女孩直性子心子口快没坏跟我性格很像 哎他直性子是好事他这个容易得罪人呐 是的我有些时候会被别人穿小鞋叔叔阿姨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也要学你们要教我一下就是 委婉一点 对应该直播界的叔叔阿姨们他们跟你说的话你应该比较会听的啊多听一下他们说话谢谢我滑脚 万一我越下饮茶姐叫嗯 大家都是为我好我为什么不听呢人家要骂我都是在好好的教我大家吃过的米都比我那个叫吃过的盐都比我吃过的米多 吃过的米比你吃过的爷多对的 是那那当然了来直播就叫他们每一个人给我两个粉丝他们好不好我过一下加成呗 好久没有过过加成呗确实 对大家跟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呗如果说你们那个就是小铃现在也是没有啥小铃现在就是你看公司五种也在忙自己的事情老板也在忙反正每天就是我在公司给大家发扶你 大家有需要的随时可以跟我说然后你们想卖点少小黄车里面看一下好吧 不强求大家的这个东西对这个家们可以多多去支持一下小铃啊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他在他在那个啥小铃你跟小小五对很多家人们还是说了你跟小五比较合适我觉得我觉得可以调视一下你们知道吗 欢迎我规格我知道大家的那个就是比较喜欢我但是说实话说阿姨我跟小五个真不合适真不合适的两个人强求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会有很多矛盾的 他过得不好我也过得不好强求在一起没有异议小五哥也有适合他的人我也有适合我的人 哎不是小鱼哥家人们我想问一下你们一个事情那个小鱼哥哥的雨靴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告诉我一下了 来直播就现在两两个屏幕都是互动的嘛对不对你们告诉我一下 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昨天啥情况我对那个女孩子你认识吗 我什么认识老师大哥能不能不要总是说我跟他般配我跟他 根本不可能知道吗知道什么叫根本不可能吗 他跟小五哥有80%的可能他跟我只有负负80%的可能 哈哈哈哈 小鱼跟小五很配对家人们说了你们既然很配就相互了解一下嘛 了解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在一起总该是有原因呗对吧 哎不知道那个时候谁说过一句话 那个时候谁说过一句话那知道谁小五哥是怎么想的呢 结果还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可以那个就是啥还可以就是试试啊那些啥的 结果小五哥到最后人家说他不喜欢强势的什么的那些啥的 然后对三姐说的都是粉丝乱起哄那些啥的把小五哥整的都不好意思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是 不娘小五哥 娘娘那个小姐姐娘那个小姐姐我我还是想吃一下瓜 那个姑娘很喜欢小五但是小五三星二星 雨靴在澄庆江北区雨嘴开了一个十点啊 我们对我说那个雨靴的三姐说三姐说的那个雨靴也没有说你一夜 知道吗我直播就700多个家人们那会骗你吗 但是他们是怎么回事吗我真的有时候不懂啊知道不这种情情爱爱的事情的你们也知道 我真的不懂我说实话 哦在澄庆江北区对吧那个牛牛牛牛哥也是在澄庆澄庆对 我也说句实话吧我真的介意啊介意我因为我相信只有你了解小五哥知道吗 你可以尝试一下 嗯既然可以啊反正这个事情你可以决定 因为毕竟我这个船红线公司的我也想多多整几个没知道 他说谢谢我滑脚谢谢所有的家人他说小林你要跟小五表白 哎呀表白不了一点点啊 输了各位输了各位姨 为什么表白不了一点点啊 啊 为什么表白不了一点点 首先呢给他说一点啊因为现在阿伟结婚了对不对结婚了过后他重新在事业上他公司基本上没有人现在基本上就是我把阿伟做这些事情第二点呢就是董事长那边对不对 董事长大家也知道董事长在随时给阿伟失败是不是如果我再去跟小五谈恋爱了的话啊 谈恋爱的话你说董事长会不会一下收回我们的公司了然后再给阿伟更大的压力 对不对 谢谢你啊不要这这种事情啊如果说你非得把你的什么情情尴尬 压在这个事业上你就没有必要啊很多事情我就没有说吧这个事情要在这个情感上不是没有我们如果说没有没有意思就没有意思好不好 对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说的很清楚我跟小五哥呢只有亲情没有你们所说的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哎不是你觉得小五哥喜不喜欢你小五哥不喜欢我 嗯没有打个比方吧这样子行不行你看嗯我我跟你 做个游戏吧啊做个游戏没必要 那就你直接直接说 就是你先不用比方你直接说啥啥啥的那种 我的意思 你还是这个适当的可以可以那个啥呢可以两个人试着相处一下朋友ax 对不是不是相处试着对不对如果说均有情切有益你们两个人适当的可以那个啥知道吗 可以可以尝试着多交流交流就是呃不说但是这种就是说刻意怎么样吗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嗯 以心放心吗 来直播你的家人们不是这样子没有我我也不跟你打PK不跟你说啥的来直播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有700多个家人们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100个人 愿意让他们 对不对 这个 尝试一下的 呃愿意的啊我们 打打一个愿意好不好 打一个愿意呀 你不愿意你先 我不愿意你先让家人们说嘛你怎么 不是你这个我知道你也是好意想说我错后跟小五哥对不对 但叔叔阿姨也有这个意思你看刚刚你说打一的时候满公平全是一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说实话我真的是感谢五种的好意也感谢叔叔阿姨们 真的说实话哈 但是我跟他是真的没有感情男没情女没意的 干啥呀这些 刚刚直播节的家人们说他们说你跟 你的小五个其实是对你有意思的 小五个就没意思了 我把刚刚直播节这个家人们的话 你也把我把三姐的话三姐帮我如果粉丝都排好三姐 我把三姐的话说一下说实话 小五喜欢小林 但是好像小林没有感觉 算了人家不 是不是 没有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来我的意思就是 既然现在你们两个人对不对都是单身 然后呢你也优秀 小五哥 只是说说实话 是前段时间受了点挫折 对不对 要不要不然小五个其实也是一个优秀的人 包括我跟你说小五个会做换 会这个很多东西 知道吧我的意思是看小五个被子小林说过喜欢小林的 哎 你说啊你是最积极了你说我告诉你从一开始你就最积极了 我你看我说的这句话我成了没有自己说吧 谢谢我三姐我都是直播界家人们怎么打 对不对怎么打 怎么打那个啥我就怎么说嘛 对不对我这个人成了不乱说话的 我跟你说 叔叔阿姨真的小林很感谢你们 但是说实话 真的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意识 没有那个感觉 没有办法 如果说 怎么送的 在这个下面有一个礼物可以说啊 真的 如果说什么 强求的 戳吼我跟小五哥的话是没有意思的 强求的戳吼我两个人都过得不好 不是 没有 小林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尝试着去接受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要去 去接受没意思啊 就比如像我给你你对我有没有意思吗 你看方方解说家人们来我10个直播界770个家人们我想问你们一句话 小小五个到底有没有说过 对不对 说过两句话或者第一句他喜欢小林 第二句他说小林不喜欢他有没有说过有说过的我们打两个字说过好不好 反正小林你先不要说我们看直播的家人们 我先我们先看小五个怎么说的 我们再来取决于你的意思好不好 对来直播节家人们你们告诉我 如果说现在直播节700多个家人们有50个家人们打说过 那就证明有这个事知道吗 你自己看有有有已经有40个了来家人们已经有40个了我看有没有50个 说过 说过你看华姐说的说过小五不敢 知道吗 哎 但是 我跟你说是不是有些叔叔阿姨也那个 就是 你们会不会听偏啊 就是小五个说我喜欢小林 只是说朋友的那种喜欢 不是说两个人感情的那种喜欢 这个久违的记忆姐姐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 他说小五个其实是喜欢你的 只是小五个不善于表达而已 不如相互了解了解给彼此一个机会 欢迎我清新干冒啊 知道吗 欢迎亲姨啊 来家人们我们没入粉丝灯牌的我们全部入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 对我们把粉丝灯牌生成集对 我其实说说说实话 其实没有其实小林说实话我觉得小五个的 跟你可能确实有一点点那个啥就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不是很配我说句实话不不不不不是很配性格啊性格不是很合 对对对这个也是实话 知道吧这个也是实话对对对对 知道吧但是呢我还是我还是有一句话我希望那个啥 谢谢我华姐 感谢家但是我说就是我但是我 我但是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 你们年龄都不小了知道吗 是1010号 适当的可以 对不对在我们红线公司来说 你们这个年龄适当的是可以给自己对不对 哈哈哈对不对给自己一次机会 是 大哥 大哥你先把你的事给干了再说二弟好不好 大哥 我是想笑了 你们说对不对叔叔阿姨 五种是我的哥哥 你们说他自己都还没着落 他现在在这里 在这里给人家乱点阴阳谱 你们说对不对是不是让他先找到幸福 这个做妹妹的接下来才开始 你们说是不是 五种是你们想不想要他幸福 你们想不想要五种幸福 他肯定叫他们都希望我幸福吗 这都不用说的吗 对 对 五种说的对吗 你们在干嘛说 五种现在都单身 小年说过航文不好听 我有喜欢的人知道吗我有喜欢的人知道吗 不要说我大不大声的 五种已经有女朋友了 五种喜欢的人都知道 谢谢我离花积极的关注 家人来没关注我得关注一下 欢迎我平平哥 我平平哥也是重庆的家吗 对 对我 特特别好 对 小年说过航文进不了 哎呀是没有什么毫不豪门的 对网上数三代那全是农民 对不对 谁不知道吗 非得豪门豪门豪门什么的 对不对 都是创着东方红走进的新时代的话什么吗 是不是 对对是五种这话说的确实也是 但是现实可不这样 但是豪门怎么了 我又不去穿他一根灯 我又不去用他一根线 对不对你说句实话 对不对如果说我 我不认识到他看着他的豪车我 我往我旁边走我都不会看一眼 那是不是吗 对 也是哈 其实感觉这个事情 抢求不来 没关注我都帮我爹地关注好不好家们 对没关注我都给我爹地关注家们 对 但是小林啊你 是时候了知道不你这个 对不对让家人们是时候 我敢去节省一下你的幸福了 别慌您先来 你家人们你也没有见过你的女朋友啊 你多久你多久待那个小姐姐出来跟我们见一见啊 就是我 你家人吃个饭 不要 有机会的啊 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 反正你也是 四川这边的吗 你觉得就是说 对这种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情 你觉得我应该带些什么样的礼物 去啊 那个就是您的那个恩人的话大概年龄多大呢 他肯定那很 我爷爷那个时候多大多大的时候 反正应该我 据我爸说应该有六 六七十岁了 因为他说我爷爷应该有差不多 我爷爷走了吗 我爷走得早 应该差不多 十年 十一年 十一 不 我没有走走这么久 一五年 一五年走的 差不多 八九年吧 八九年他比我 他比我爷爷小个 十几岁吧 好像十几岁 他那时候比较年轻 大概也就六六十多岁吧 反正六七十岁吧 我爸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哦六七十岁的爷爷 是爷爷 啊就是爷爷嘛 啊对爷爷 那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什么最重要 我知道了嘛多少这些东西我都回答的 但是我让 我让那个小号给他取了那个 十个W 我说反正呢这个东西反正也不是很多 我说妈咪的事情 但是妈咪要有嘛 我的意思也要有嘛 因为他当时 当时给我们交的是交了差不多 在在那个 九九几年吧 九九年还是 九几年 他给我们那个时候给我们交了差不多 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对那九几年那个时候那个钱管钱 对啊 但是 叔叔阿姨的话 我觉得就是爷爷奶奶的话 我觉得身体是最重要的 对家人没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爹得关注好吧家人对你除了 那个money 就是相当于你给别人的薪衣吗 除了过后就是身体的 还有还我还准备了家人们你们告诉我要带些什么东西家人们你们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去买 那锅品上 因为你们跟 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有些年龄差不多嘛 对年龄差不多 那是老年人现在一般 最重要身体一定要健康 其实说句实话 money也重要知道吗 反正方方面的都重要 反正 有的东西我该给的都想办法会给到 对啊 除了 除了你的money money就是咱们的心意嘛 然后其他的 在家人没关注我的关注 其他的那些东西呢就相当于是给人家的 买了 买了个 补什么频道 都买的了 对 对 所以买这些的话 教你条件怎么样 就是不知道嘛 但是 据我们现在打打上这个消息 就是好像 好像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知道吗 不是啊 就 不怎么好 不是不是不是很好 是不怎么好 知道吗 在山上还是在哪里 在山上 在村里面 那你要不要这样 你要不要就是 先 远远的去看一眼 然后你第一你看一下他的 条件和情况过后 就是你先远远的看一眼 然后不要跟别人打招呼 就不要认识 装度不认识吗 然后你在 第2次就是第2次回去过后 你再看你 戴什么 东西 就是如果说条件不好的 条件非常不好的话 那就是 吃了用了穿的 喝的这些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到时候看一下那个爷爷 因为你60岁了 那些 身体是最重要的 人要活着才有那个啥嘛 希望对不对 对 是 身体的那些东西可以带一点 因为你现在还没 这个事情我到时候 我找 我 找几个人再去 直播 谢谢叔叔阿姨啊 你们 都关注我了对吧到时候你们可以跟我发来的事情告诉我一下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我们觉得还是先说一下这个 小林的问题吗 说我干啥我要下 我又回家了我要下班我上了一天班了哥哥 买大米油 OK这些东西都快买了 好吧那你 哎哎那你下班吧我已经10点了 10点10点20了你 只早点回去休息吧好吧 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 对拜拜 哥哥拜拜 改天回来休息吧好吧 好久 大家都没有休息了 你还切我们一顿宵夜 好我切你们一顿宵夜等你们回来吧